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在人工智慧热潮助推下,华尔街对全球晶片代工巨头台积电的唱多声浪是一浪高过一浪。近日,台积电的市值已经逼近一兆美元,并超越巴菲特的波克下,成为全球第八大公司。 6月中旬,汇达刚刚超越了苹果和微软,正式加冕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这也标志着人工智慧在美股市场上的热度已经飙升至天际。为此,华尔街投行Bernstein将对台积电ADR的目标由150美元上调至200美元。 以Markney为首的分析师指出,高阶智慧型手机和先进节点正在推动台积电,超越其2024年业绩指引目标。 分析师表示,数据中心的人工智慧营收按计划增长,但更多数据表明,人工智慧推动了智慧型手机的增长,这是一个惊喜。 分析师还指出,台积电的N3和N5产能现已满负荷。 分析师预计,台积电第三季度营收指引将超过预期。 2024年全年营收按美元计算将增长25%,每股收益则将增长28%。 分析师表示,到2025年,先进封装CoreOS需求持续增长,英特尔Runan Lake的推出早于预期,以及先进节点的价格可能上涨,预计将推动台积电营收和每股收益的增长。 分析师认为,到2025年,台积电的营收将增长20%,每股收益则将增长26%。 此外,由于CoreOS投资,分析师略微上调了对台积电2024年的资本支出预测,但维持2025年和2026年的预测不变。 6月中下旬以来,多家华尔街大行提高了对台积电的目标价,预计AI相关需求持续强劲。 同时,2025年,台积电晶片代工业务可能涨价,这些都将有助于提振台积电的业绩表现。 华尔街大行们所推测的涨价,起源于台积电新任董事长魏哲嘉的近期暗示。 6月初,全面掌舵的台积电新任董事长魏哲嘉在台积电股东大会上暗示,因台湾媒体估算黄仁薛身价为新台币三兆元。 他考虑提高AI晶片代工价格,魏哲嘉表示他确实向三兆男抱怨过,他的产品太贵了。 魏哲嘉表示,他认为这些产品确实很有价值,但他也在考虑想挥答展示他们的价值。 在同一时期的台北国际电脑展上,魏哲嘉执行长黄仁薛也曾亲口表示,他认同台积电应该提高价格,以匹配其提供的价值。 这也被外界解读为确认台积电涨价的讯号。 在这一讯号吸引下,众多华尔街大行纷纷看涨台积电。 其中,高盛是最为乐观的多头之一。 高盛将台积电目标价上调了19%至1160台币,并预计台积电的3奈米和5奈米晶片代工价格有望上调约1%至5%。 摩根大通则表示,台积电可能会上调2024年收入直引,并且可能将其资本支出提高至直引区间的高阶。 花旗和摩根士丹利近期也上调了台积电的目标价,并预计台积电的业绩将更为强劲。 作为晶圆代工行业的领军者,台积电也从近两年AI热潮中大转特转。 对于全球投资者来说,台积电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其尖端技术和相对低廉的估值,而且还在于台积电作为辉达的主要先进晶片供应商的身份。 因此,以台积电在美国上市的美国存托凭证ADR计算,其市值日前超过波克夏公司,成为全球市值第八大的公司,也不足为奇。 台积电ADR今年累计上涨了73%,使其市值达到9320亿美元,距离1兆美元的门槛仅剩7%的涨幅。 若仔细观察华尔街顶级投行,纷纷大举上调台积电目标股价,核心逻辑均在于人工智慧带来的AI晶片需求激增, 以及2025年可能出现的利润丰厚的300米级别工艺和先进封装代工价格大幅上涨,大幅推高该公司业绩以及估值。 花旗集团预计,在无比强劲的AI晶片需求支撑下, 2025年和2026年台积电营收同比增速将高达39%与31%, 2024年有望同比增长29%。 在一些极度看好台积电后市行情的分析师看来, 一己之力控制辉达产能的台积电的总市值, 与目前高达3兆美元市值的辉达持平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美股ADR方面,华尔街知名机构Sasquahana也将台积电ADR价格预期大幅上调至200美元, 意味着屡创新高的台积电美股ADR还有接近12%涨幅。 来自另一华尔街大行摩根大通的分析师们将该机构对台积电AI相关营收预期上调至2028年总营收规模的35%, 摩根大通则指出,台积电在云端运算领域和边缘AI相关的晶片制造端拥有近乎垄断的无可撼动地位, 预计到2028年,AI相关营收将占到总营收的大约35%, 其中预计云端服务AI28%加边缘AI7%, 摩根大通将台积目标价从900新台币上调至1080新台币维持超配评级。 在最新公布的研报中,华尔街大行花旗集团则将台积电目标股价从此前预测的1030新台币上调至1150新台币, 远高于当前台积电台股价格。 花旗预计,随着AI大模型技术的快速发展迭代和应用范围不断扩大, 台积电将从数据中心和边缘AI的晶片强劲需求中全面获益, 尤其是在更先进的三奈米以及二奈米或以下的晶片制造工艺。 花旗预计,到2025年底,包括汇达新款, AI GPU在内的全球大多数服务器,AI加速器将迁移到三奈米工艺, 甚至一部分可能将尝试台积电更昂贵的二奈米或者1.8奈米工艺, 这将为台积电带来更大规模订单, 其三奈米晶片制造工艺利用率预计将至少在2025年保持供不应求状态。 花旗预计,台积电先进制造工艺及五奈米以下工艺, 平均代工报价可能将在2025年上涨5%至10%。 高盛集团的分析师们预计台积电三奈米和五奈米晶片制造价格皆将以各位数百分比上涨, 并将其12个月目标价格上调19%至1160新台币。 包括Bruce Lu在内的高盛分析师们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他们现在看到,在围绕人工智慧的积极情绪日益高涨的情况下, 台积电的风险回报非常具有吸引力。 随着人工智慧应用规模不断扩散, 他们认为台积电是最核心受益者之一。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用户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用户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